大家好,欢迎收看志愿书香,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愿书香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了解几个经典而又唯美的历史典故 首先来看破镜重园 破镜重园的典故出自唐代本世诗 破镜重园也成为了一则成语 故事的主角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 本世诗中说他财色惯绝,意思是不仅容貌美丽,还非常有才华 他下嫁给了江南才子徐德炎,两个人是夫唱夫随,非常美满 可是他们的国家陈朝就没那么美好了 当时隋朝虎视眈眈,隋文帝杨坚为了统一全国,随时准备灭掉南方的陈朝 徐德炎愈感到陈朝保不住,夫妻可能面临着分别 于是有一次他流着泪对公主说 国破家王就在眼前,我们也将被迫分开 以你的财貌,灭国之后你必定会落入帝王宫中或者富贵人家 说着他取出一面铜镜,把他破为两半 一半交给乐昌公主,另一半自己留下 并且两个人约定说 我们如果离散,那么美道元宵节就到人最多的集市上去叫卖这半面镜子 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找对方 后来陈朝果然被随朝打败 乐昌公主也真的像她丈夫预料的那样 被俘虏送到了随朝首都长安 赏给了随朝的大臣杨素 徐德炎非常怀念妻子 他没有忘记约定长途跋涉来到了长安寻访 好不容易元宵节到了 他如约拿着半面铜镜上街去叫卖 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一位老仆人也在叫卖半面镜子 他把老人手中的镜子拿过来和自己的半面镜子一对 竟然严丝合缝地合在了一起 徐德炎堵物思人,潸然泪下 他问老仆人才知道乐昌公主已经成为了杨素的侍妾 杨素位高权重,他料想无法再见面了 于是伤心地在镜子上提了几句诗 吞老仆人,带回去 诗是这样的 静与人俱去,静归人未归 无腹长额影,空流明月灰 乐昌公主见到了徐德炎的诗,悲从中来整日以泪洗面 杨素发现爱妾闷闷不乐,就问乐昌公主 公主把这个迫近的故事告诉了她 杨素当时很宠爱乐昌公主,可她并没有粗意大发 而是十分同情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 于是命人去把徐德炎叫来,把乐昌公主还给了她 还给了她们一些盘缠,让她们到家乡江南养老去 这个故事非常巧,也非常动人 后来这个故事成为了一段佳话被人们广为传颂 如今人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比喻夫妻离散后重新团圆 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永远是循环往复,能带给人无限的希望 其实也正是因为希望,使重圆成为了可能 徐德炎夫妻的故事也给后人做出了榜样 告诉人们,只要相互去珍惜 那么即使是破碎的婚姻 也还是有机会可以挽救的,弥补的 我们再来看《倾国倾城》的典故 这个典故最早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孝无礼夫人传》 现在也是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 说的是汉武帝时 由于皇后魏子夫渐渐年长,开始不受宠爱 而后宫家力虽然众多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得到武帝专宠的 汉武帝想再求访家人,可是一直不能如愿 宫廷乐师李延年音乐才华出众 当时他所作的曲子,很多人听到了都会莫名地感动 他有一个妹妹是个歌女,长得花容月貌,婀娜多姿 尤其擅长歌舞,李延年想把妹妹献给武帝 可是他出身低微,不便开口,便请平阳公主带为引荐 有一天,武帝在宫中举办宴会,平阳公主也在做 等到李延年表演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新歌 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家人难再得 汉武帝听了李延年的歌,叛息说 世间哪有你所唱的那种家人啊 平阳公主趁机敬言说 李延年有妹,滋容绝代,妙力善武 武帝于是下令赵李氏入宫 李氏到来之后果然是滋容秀美,仪态万端 汉武帝非常高兴,那他为妃,恩宠非常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夫人 如今人们常常用清国清城这个成语 来形容女子容貌特别美丽 再来看人面桃花 人面桃花的典故出自唐代本世诗 也是成为了一个成语 被人们用来形容男女的邂逅 以及男子追念往事的情形 在唐代有个书生叫崔护,挺有才学 有一年他进京参加科举考试 清明节这天天气不错 崔护一个人到城南郊外去游玩 走着走着,崔护发现了一座房屋 房子掩映在花木之中,非常雅致 崔护有些好奇,可能也想歇歇脚 就走上前去叩门 门枝丫一声开了 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轻盈地走了出来 问道,你找谁呀,有什么事呢 崔护见了那姑娘 一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路过此地,感到有些口渴 想淘口水喝 姑娘听了给她打来了清水 此时正是桃花盛开 姑娘美丽的笑脸和桃花一样娇艳 这一幕深深地映在了崔护的心中 后来崔护离去时过境迁 可她却还是时常想到那位美丽善良的姑娘 第二年,崔护又来京城 她专程去城南郊外寻找那位姑娘 没想到这次到了那所住宅 桃花依旧 可是这里的院门却已经是紧紧锁闭了 崔护感到很遗憾 于是提笔写了一首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 笑春风 这首诗就是提督城南庄 这个故事很美 还给人们留下了 人面桃花的美好典故 人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 遇到某种美好的事物 而当人们刻意去追求的时候 却再也不可负得 惹人叹息 万事万物也总是在不停地变化 所谓沧海桑田 物是人非 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 在我们心中留下的美好的回忆 是永存心间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曾经的美好 也就已经足够了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跟您分享的几个美丽的典故 您喜欢吗 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 这里是志远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 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 再会